月下最隐租诗,作者朱华杰 这一杯月色,真满悲观,历史的故事,一代代重演 刚迎来了天歌阵,有人起大漠狼烟 这一杯月色,醉了幽幻,人生的岁月,如梦般虚幻 看家灵缺的夕阳,曾照歌舞的江南 这一杯月色,旷洞思念,难言的情爱,总剧剧散散 秋风中,依依难舍,梦里却燕落花残 这一杯月色,难言失眠,写出的诗句,是梦花翩翩 错过等待的季节,我的心依然反转 而曾经,在一个风雪之夜,我曾经幻想 那千年修炼的白骨,扣向我寂寞的小窗 在一个嫩绿之春,我曾经渴望山路上共撑的花伞 再一次在心上排放,在一个不惑之际,我曾经设想 摒弃所有的陈女俗,把真爱融进她心房 如今爱和梦独鼻走远,如一片绿叶失去春天 我只期望在弥留之际,我善爱着的那个女子 披着往事的云烟,从暗里直摇杆过来 溜着泪为我和尚,等待她一生的双眼 而家,藤年时,妈妈的怀抱是我的家 我在童谣里慢慢长大,少年时,辽远的天空是我的家 心随飞鸟一起游牵牙 中年时,跋涉的旅途是我的家 沐浴阳光也保长风沙 早年时,往事的回忆是我的家 一窗寒小看西天晚霞 百年后,一帮黄土是我的家 我和区区的星夜,草丛中说着悄悄话 百无奇,我经常梦见你 梦见花开的时节 花瓣我这轻轻的溪水,洁白的芦苇花 从你的唇边轻轻飞扬 无法忘记,山里里的梁朵彼岸花 带给你的惊喜和忧伤 那个安静的山下小镇 在等着我们,等着我们的 还有老屋小院里的桂花香 百三村桃花,点燃我早已淡化的惆怅 点亮我封闭已久的心窗 我面对的不是一束桃花 而是岁月的寂寞与惆怅 有许多往事已经遗忘 如山剑散落的片片花瓣 有许多失忆已经迷茫 如伏木消失在这山林间 这春风中飘落的芳魂 总是把我平静的心碰伤 这春风中舞动的精灵 总是给我轻轻把它吟唱 文图无关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